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还能变成什么模样呢? 脑洞大开的老外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 只见小伙儿骑来了一辆自行车 已经准备好了一块圆形的玻璃 玻璃给装到了自行车上 用它来当做自行车的轮胎 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 能够看到小伙儿也是非常的小心 生怕玻璃突然碎掉发生意外 走了一段距离发现玻璃边缘磨损的非常严重 也有人往自行车的轮胎里灌了一些水 本来非常轻的自行车 后来变得非常的重了 虽然老外的车气非常的高 但是他也驾驭不了这辆自行车 对脑洞大开的小伙儿来说 往自行车轮胎里灌什么水呀 直接把它骑到水里去不就行了吗 小伙儿慢慢的把自行车推到了水下自行车 立刻就飘在了水面上 两个轮胎当中都充满了气体 总是不停的向上飘 小伙儿骑着自行车慢慢的向前走 自行车又飘了起来 最后他的同伴也坐到了自行车上 帮忙压着自行车 这辆小伙儿根本就骑不动自行车了 在水里面骑自行车 不仅要克服阻力 还有克服向上的福利 整个操作都非常的困难 最终小伙儿也是放弃了这次实验 大家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就去模仿这种行为呀